最近一段时间以来,房地产市场真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。 今年上半年,由于美国大印钞的影响,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未来通货膨胀会一定到来。 因此,很多人考虑到怎么样抵御通货膨胀呢? 最好的方法就是买房。 于是,我们看到上半年的房地产市场是非常火爆的。 很多城市这个房价是一直不断在飙涨。 于是,各个地方政府出台了密集的调控政策。 有的地方呢,严查经营贷,不能允许这个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向房地产。 有的地方呢,给出了二手房的指导价格。 你这个中介不能漫天还喊价了啊,政府要给你这个二手房定价。 高于政府定价的二手房不是不可以买卖,但是银行不会给你多贷款。 所以,在一系列政策组合权之下,很多地方的房价平稳下来了。 而到了下半年,一方面我们看到了,预期中的这个大通胀没有到来。 美国那边还在不断的印钞,大宗货品的价格还在不断上涨。 但是,我国这个CPI指数连续几个月,维持在一到二的状态。 这个猪肉价格已经长达几个月低于十块钱一斤了,所以通胀没有到来。 而与此同时呢,好几个房地产厂商遭遇到了困难。 去年年底开始,央行对于各个银行和房地产企业划出了几道红线。 你这个资产负债率不得过高,你这个涉及房地产的贷款不得过多,导致啊,有很多房地产企业陷入到了这个资金紧张的状态之中。 那么没有钱了,就得赶快卖房了。 房子不好卖,你就得降价呀。 所以下半年以来,有多个城市都出现了这个房子降价的情况。 而我们也明白啊,广大消费者向来对于房子是追涨不追跌的。 你这个房子价格不断在上涨,每个人都心里焦虑,我得干嘛买呀? 我再不上车以后,没这个机会买便宜房了。 可是一旦房价出现松动之后,很多人就会觉得,哦,你现在开发商手里没钱了,你要降价打折促销了,那么好,我再等等,我再观望观望,说不定你这个价格还能下降。 所以今天很多城市啊,房地产出现了量价其跌的景象。 而往往到了这个时候,很多人就担心了,说有没有可能由于房价再不断下跌,有的人就要断供住房了呢? 甚至有人拿出了数据说,最近一段时间以来,市场上出现了大量的法牌房。 这些法牌房是不是基本都是业主断供之后,法院来进行排卖的呢? 相关数据显示啊,在2017年的时候,法牌房的全国总量大概就是9000套、1万套左右。 到了2018年呢,法牌房的数量上升到了2万套。 2019年,法牌房数量50万套。 2020年,法牌房数量超过200万套。 很多人预测啊,到了2021年,今年全年的法牌房数量将达到300万套到400万套之多。 这个数字真是很惊人的呀。 所以,很多人把这个法牌房和断供房联系起来,认为啊,大量的法牌房就是业主断供所产生的。 这代表着整个房地产行业已经进入到了下行通道。 是怎么样吗? 法牌房和断供房二者确实是有联系,但未必像很多人说的那样,今天的所有法牌房都是断供房。 我们先跟大家聊聊,什么叫做法牌房啊? 对于很多想买房子的朋友们,您倒是可以关注一下这种房子,因为有可能你能捡到漏。 法牌房嘛,顾名思义,就是由法院出面指定拍卖公司对房屋进行拍卖的一种行为。 倒退几年啊,如果你想去买个法牌房,那还是相当困难的。 你真得天天留意你这个城市的各种报纸,人家有可能在大报上刊登广告,也有可能在小报上刊登广告。 看到广告之后呢,你就可以跟拍卖公司联系到这个房产处去看一看,然后在约定的时间到这个拍卖公司去举牌来买这套房屋。 这两年可不同了啊,各大互联网平台都在注力法牌房,而各级人民法院呢,也非常愿意把自己的法牌房拿到网上去拍卖。 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吸引消费者来买,把这个房子卖上一个好价钱。 如果您对法牌房有兴趣的话,你可以登陆这个阿里京东等多个互联网平台,就搜索法牌房,或者找这个法院拍卖这个栏目。 你就可以看到在你的城市,在你周边城市,甚至在全国任何一个城市,有很多正在进行中的法牌房。 相对而言啊,人这个资料还是很详实的,会告诉你这个法牌房的业主是谁,他有多少资产被扣押了,法院指定了哪个拍卖公司,在什么时候进行拍卖。 而且相对而言,还会把这个法牌房的所属权证啊,室内装修啊,通通拍照片给你,让你有一个直观的认识。 而且告诉你,什么时候你可以预缴押金,如果你对这个法牌房有兴趣,你可以先关注一下。 当然,房子毕竟是个大事,如果您真想买套法牌房的话,那么最好还是到实地去看一看。 法牌房为什么吸引人呢?哎呀,它便宜啊。 很多法牌房的广告上就会告诉你,法院经过评估,好比说认定这套房屋价值500万,但是人家的起拍价至少给你打个八折,350万或者400万就可以起拍。 所以,有很多有心人还真能减个篮,而且有人还告诉你啊,有时候在第一拍的时候,你可以看一看,如果没有人竞争的话,你也不要出价,你可以等第二拍。 因为根据我国现行法律,如果第一拍流牌没有人竞买的话,那么在未来几个月,法院会组织第二次拍卖,第二次拍卖呢,可以把价格直接再降20%。 今天在网上的法牌房数量确实是非常非常多的,您随时随地登录一下各个互联网平台,就能看到,即便只在你所在的城市,就有大量的法牌房出现。 所以啊,这也使得很多人忧心忡忡,大家想,这是不是因为经济下行了,很多人没有收入了,房价也在跌,所以很多当年买房的人干脆一断供,我不还钱了,然后这个房子就交给法院吧,让法院卖掉算了,我就不惹这个麻烦了。 是这样吗?当然不是,至少到目前为止啊,我们可以断言,99%以上的法牌房都不是断供房,为什么这么说呢? 以前我们就跟大家聊过,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,如果你贷款购买的是你唯一一套住房的话,你给它断供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低的。 举个例子,假设你在几年之前买了一套房子,总价值300万人民币,房子交付之后呢,你一家人就非常欢乐的生活在里面,那么这个房子实际价格的涨跌,对你日常生活应当是没有什么影响的。 房价涨了,你固然高兴,哎呀,我现在也是有钱人了,300万的房屋变成500万了,那我也是百万富翁了,可问题是,这是你唯一一套住房,你能给它卖掉吗? 卖了之后,一家老小到哪里生活呢?反过来讲,房子降价了,你买的时候300万,现在值200万,算一算你可能已经负资产了,因为你欠银行可能都超过200万,但是你会因为这个原因就不去还钱吗? 你会因为这个原因就干脆把这房子送交给银行,然后你一家老小去租房住吗?也没有意义啊。 对于普通自住房而言,我们至少是要居住5年10年15年以上的,所以短时间房价的波动不会使得大量的人断供房屋。 那么当然也有人会说,哎呀,我断供房屋的原因不是因为房价的涨跌,而是我个人收入的巨幅变化。 比如说,我买房的时候,我月工资一万,我每个月拿出5000来还房贷,我还得起,可是现在由于疫情的影响,很多行业备受打击,比如说餐饮业呀,旅游业呀,我可能已经长达几个月没有收入了,我没有钱还房贷。 这种情况倒是有可能出现,但是一方面啊,这种情况并不普及,它跟房价的涨跌是无关的,它只跟个人的实际收入有关。 而另一方面,咱们也清楚啊,对于个人而言,你可能三四个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,生活遭遇了一定的挫折,但你不会一直找不到工作呀,这个行业不做了,那就赶快做下一个行业呀。 而且,或多或少,很多人手里都有点储蓄,不至于因为几个月没有工作,没有收入,就把房子都交给别人。 而且,即便真出现了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,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,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一条路,那就是,把你正在还月供的房子拿到二手市场去转卖呀。 买卖房屋,这是太正常不过的事儿了。 如果你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收入,还不起月供,或者家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变故,急需使用现金的话,那么很显然,把这个房子卖掉是获得现金最快的方法。 很少有业主会因为一时啊,这个周转不灵,干脆房子我就不管不顾了,我也搬走了,扔给银行了,让银行去起诉你,让法院去拍卖。 这一折腾至少一两年之久啊,在这一两年之内,你既没有房子住,你也没有拿到钱,甚至有可能你这个房子卖的价格比二手市场还要低很多,不会有人做这样的选择呀。 所以我们才会负责任的说,99%以上的法牌房,它根本就不是断供房。 举个例子啊,前两年,北京房价疯涨的时候,北京周边很多地区,比如说燕郊之类的,也盖出了大量的商品房。 那个时候水涨船高,燕郊的房价也很高,然而这两年,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,燕郊房价大跌,很多购房者突然发现,我真的成了负资产了。 我这房子买的时候300万,我可能首付100万,贷款200万,还了两三年贷款之后,突然发现,我这个房子价值只变成150万了,我把这个房子卖掉了,还不够还银行贷款的。 于是,前几个月,互联网上出现了很多免费送房的人,是免费送吗?当然不是啊,人家说了,我这房子是给你了,但是,欠的银行贷款得你给我还啊,所以他们一套房子都送不出去。 为什么?接盘侠也不是傻子啊,与其给你还银行贷款,我拿这个钱,现去买一套都合适啊。 可是,燕郊出现了这么多负资产的业主,却很少有人断供。 为什么?大家清楚啊,我断供了,我这个钱将来也得还,房子拍卖了之后,不够的部分,插盒的部分我还得补,而且,我这个人的信用记录就彻底完蛋了。 所以,大家宁愿每个月还着月供,再把房子放到二手市场上,看看能不能卖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。 不管房地产市场走到什么状态,真正选择断供的人,还是比较少的。 那么,为什么这两年来会出现如此多的法拍房呢? 实际上,大量的法拍房都牵扯各种各样的债务纠纷,有很多债务的数额实际上已经超过了房产原值了。 对于这些业主而言,他就算把房子拿到市场上去变卖,也根本还不起欠债,那还不如我继续在这个房子中居住啊,能混一天是一天呢? 所以,我们还特别要提醒很多想买法拍房的消费者。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,你去看这个公告的时候,你要仔细看,这个房子是清退状态还是没清退? 什么意思? 现在有很多房屋,人家原房主还住在里面呢,法院拿出来拍卖。 你就算花真金白银把这个房子买到手,产权上办出来了,你还牵扯一个清退问题。 有可能原房主在房子里居住,有可能原房主已经把房子租给别人,而且签了很长时间的租约。 虽然这个房子是你的,你也是经由合法程序买到手的,但也很有可能你住不进去。 也就是说,很多法拍房那真的是个雷,如果你想捡便宜的话,你真的既得有火眼金睛的分辨能力,你还得有能懒得了瓷器活的金刚钻才行啊。 所以,虽然市场上的法拍房越来越多,但是显然,它跟很多人讲的那个断供房不是一个概念。 但是,反过来讲,这些年来,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,还真的有很多断供房慢慢进入到了法拍房市场。 这也给我们所有消费者提了个醒,买房未必是一个只赚不赔的生意了,房价在涨了二十年之后,不一定未来会一直涨下去。 所以,面对越来越多的法拍房,在买房之前,您可真得算好账啊。 赵旅拍案,本回书着落在此,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,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。